烈火如歌又更新了 看了最新剧情的小伙伴 有没有觉得尹雪太可怜了 是不是跟小编一样也很心疼尹雪 尹雪为了烈如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可见百年来 尹雪对烈如歌的感情只增不减 剧情开播以来 烈如歌一直沉浸在战风使乱中期的痛苦中 从来就没见他开心过 好不容易对尹雪产生感情 却要亲眼目睹自己喜欢的人死去 尹雪死后化作雪花消失了 只留下一尽血衣 烈如歌一直抱着尹雪的血衣不放手 醒来时没看见尹雪的血衣 鞋都步步上窗并到处寻找 看到这么虐的剧情 真是心疼烈如歌 不过尹雪并没有真的死 毕竟是别仙道的 不能随随便便就死了 尹雪在还有最后一次气息时 被他的师父带回了缥缈派 最后以寒公寒救活了尹雪 而烈如歌以为尹雪已经死了 为了尹雪 烈如歌突飞了好长一段时间 最后为了烈火山庄 烈如歌再次振作起来 就在战风新婚单天 列明镜将烈火山庄庄主之位 传给了烈如歌 宣布 小女如歌 想继承烈火山庄 庄主之位 烈火山庄 内部早就四分五裂 烈如歌继承庄主之位后 就成了很多人暗杀的对象 好在后来尹雪重生了 再次出现 帮助烈如歌化解为疑 后来尹雪对烈如歌求婚 烈如歌爽快地答应了 他不想再次失去尹雪 在新婚单天 尹雪轻手为烈如歌盖上红盖头 他未等这一刻 已经一百多年了 看到这样的画面 真是太幸福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评论哦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